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受到了达斯·西迪厄斯手下的攻击 在逃亡时顺手救出了纳布族的女王 还捡到了一个垃圾桶机器人小二 在逃亡过程中 他们的飞船没理由只能降落在塔图音 老金带着女王的丫鬟金锁逛街时 偶遇了在星球上当奴隶的小安 老金立马觉得这个少年那骨骼惊奇是个恋武奇才啊 以后维护宇宙和平的重任可能就要靠他了 于是老金决定传授小安如来神掌而不传授原理 同时我们也发现小安确实很牛啊 他九岁的他就自己制作了一个机器人小三 而且还拿到了英塔图F1飞车拉利赛的总冠军 更而且的是他居然已经学会泡妞了 还勾搭起亚伴金锁来了 哎呦这相当牛逼啊 二胖九岁的时候还在玩泥巴呢 老金大望带着小安来到了共和国的首都 绝地武士大长老尤达大师认为 小安很有可能就是预言中给原理带来平衡的那个人 但却不同意老金收他为徒 哎呦你这不是忽悠人吗 原来优大大师看出小安内心充满着愤怒和仇恨 于是老金没有办法 只能先带着小安当临时工 老金一行人再次返回纳布星球 决定和反派开战 这时金锁突然站了出来 俺之时被装成丫鬟地 俺才是真正的女王 小安一看都傻了眼了 原来我调戏的是女王大人啊 于是纳布族联合大耳朵人与反派机器人开战 而老金大汪则负责和达斯西里厄斯的手下大花脸干架 然后老金同学就被大花脸给送去领了便当 好吧本来看的你最屌 结果原来你就是那个活不到第二级的家伙呀 师傅被干掉徒弟那是异常气愤 于是大汪又送大花脸去领了便当 好吧你是更可怜啊 睡长五分钟就下班了 而且还没露个全脸 而小安呢在发护了自己的特长 开着飞船打掉了反派基地的控制器 于是所有的机器人都瘫痪了 哎二胖也是觉得这反派怎么都这么二呢 故意设计个弱点给主角们一击反杀呀 然后这招后来被复仇者联盟 变形金刚独立日等电影发扬光大呀 反派再牛逼都怕这一下哟 影片最后为了实现老金的遗愿 大汪终于决定收小安为徒 从此小安踏上了真正的学习原地的道路 这一学那就是十年啊 好了星战前转一 幽灵的危机就介绍到这里 敬请期待下一期克隆人的战争 喜欢的朋友请多多订阅和关注耳胖 获得更多电影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